当播篮球快信 星期二早早NBA常规赛有好戏上演 攻陆主营托方者 托方者遭遇连败 而且核心里拿特近期都是因伤缺陣 这次面对今季善于打主场的攻陆 托方者再添一败在所难免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攻陆今季实力依然强劲 他们是奪贯的热门之一 球队今季开局极其强势 豪取狗连胜相当不划得 攻陆近期进入调整期 球队状态没有得到好的持续性 他们需要恢复到该有的水准 核心亚迪图坤宝需要做出表率 上场输给76人之后 他在赛后加练就是最好的例子 加上波迪斯和布鲁克努比斯等副将 相信攻陆今场重返胜鬼问题 应该不大 有利的是 攻陆今季主场战斗力极强 九场主场赢足八场 这次面对缺小核心的托方者的来集 攻陆捍卫主场荣耀难度不大 阵容方面 前锋因格斯同期 米道顿等人因相缺陣 同主队攻陆对比 托方者今季整体表现不枉多样 后者录得十胜六副牌在西岸前列位置 除了利拿特和纽基这些球员稳定发挥外 风扇强援借拉米格兰的到来 是托方者最大的保强 后者可以说是完美融入球队 他还曾经命中过绝杀球 他目前军场可以斩获接近20分 三分波命中率高达48.2% 借拉米格兰今场表现值得期待 不过不利的是 核心里拿特上场对阵着事的比赛中 因相退下火线 赛后检查为右小腿拉伤 预计12月初先能够回归 由此可见 托方者这段时间的进攻将会受到更大考验 另外托方者目前遭遇两年败 士气低落 面对实力强大的功劳 各方面都无优势的托方者 这次折击并无意外 阵容方面 还有后遗疑 批顿同机安装讯 因相倦勤